欸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少人 欸 少了蠻多人的啊 那些人跑去哪裡鬼混啊 呃 開去廁所 王定連跟蔡仁漢 還有那個什麼言語是不是 喔 好好好 非常好 好啦 這個 欸 我們今天應該是一個全新的開始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先偷看啊 應該是比較簡單嘛 對不對 好啦好啦 那個 我們 最痛苦的那個 欸 也不是說最痛苦啦 那資料分析就是 應該是大家以後就會了啦 對不對 好 這個 我們今天來畫圖 這樣子啦 從今天開始是畫圖的課 這樣子 啊 我們上個禮拜也看到畫圖 可以畫出什麼樣的圖了嘛 對不對 但我們一開始要從基礎開始 好 那我們這個 一樣啊 我們 這個要先把這個 檔案給讀進來 喔對 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其實阿語言齁 他比起其他 呃 其他程式語言裡面 最強項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畫圖啦 尤其是畫統計圖的部分 這個 他畫出來的統計圖 呃 不管是自由度啊 或是色彩 都可以弄得非常漂亮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來把檔案讀進來 這個檔案跟之前一樣 接著我們來做一下 來我們 今天要學的統計圖 第一個是脂肪圖 喔 這個非常簡單啊 就是 我想現在大家對於 運用函數這件事應該是沒有太難嘛 我們Hist Histogram就是這個脂肪圖 那Hist就是這個他的指令 那Data裡面的EGFR 這是所影函數嗎 大家應該不可能會不知道 好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在右邊 Plot的部分 你本來在File喔 現在到Plot分頁 你就可以看到 欸 這是一個脂肪圖對吧 OK 畫脂肪圖 這個很簡單嘛 對不對 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 核須圖呢 核須圖就是BoxPlot BoxPlot wrong 欸 看到了嗎 這是核須圖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圓柄圖 圓柄圖比較特別啊 圓柄圖要先把Data 這是一個類別變相 我們要先對他取table table完了之後你會產生一個012 這樣子 他分別 三個類別分別是多少 這個case 接著你這樣拍這個函數 把PyChart畫出來 這樣可以懂意思吧 欸 這個圓柄圖應該也是非常簡單吧 不至於有人不會啊 好 再來 長條圖 長條圖跟PyChart差不多 一樣要這個先table 然後再用barplot barplot可以看到012分別有幾個人 好 這個很簡單吧 對不對 大家都會嘛 對不對 好 要來一點變化 好 第一個變化是啦 來 我們來指定一下畫部 第一個是我們在r圓裡面啊 這個我們經常常見就是 paper裡面有主圖嘛 對不對 左上 右上 左下 右下 對不對 我要怎麼在r裡面畫呢 我們需要par這個函數 par這個函數啊 可以去幫助我們去指定我們畫部的格式 他這個意思就是我們指定成2x2的畫部格式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畫部 我現在打下這行指令之後 這個畫部是沒有任何改變的喔 接著我再打的是histogram 欸 你看他是不是打在左上角 接著 右上 左下 右下 好 這個是不是這樣四個順序 好 比較特別的是我如果row改成col 那我們再來看是 我們再按一次 沒有任何改變對吧 欸 看起來沒有任何改變對不對 欸 你發現改變在哪裡了 他填弱的順序不一樣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欸 MF col col就是colon的意思 colon代表colon先填滿 再填下一個 那這個raw呢 就代表raw先填滿 然後再填到下一個raw 他要填raw還填colon 22的意思代表是2x2 第一個 如果你這邊寫32 他出來的東西就是 234 這樣可以吧 123 這樣子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你知道這個part這個函數要怎麼用了吧 這樣可以 好 那 比較特別的是 其實我們還可以指定colour 我們現在在histogram這裡 右邊給他一個參數 d.color.red 我們這樣打下run的時候 你再一次 欸這裡是不是出現的是紅色的 那一樣的 我們把這些全部貼過來好了 好你會發現他差別就是我給的colour 那給了colour以後 欸他這裡 colour因為剛剛的那個pight chart pight chart總共有三種顏色嘛對不對 你可以給他三種顏色 然後你的bar plot也是三種顏色 好這樣是不是看起來 欸我還可以指定顏色對吧 好那 我們這個 如果啊你想要存圖的話 在r裡面你想要把你畫的圖把它存下來 我們可以用 首先 這裡是我們的畫圖函數對不對 這個範圍 這一些是我們畫圖的函數對不對 我們可以先開一個空的檔案 這個空的檔案是pdf這個函數可以開 我們開我們喜歡 一般來講我是比較喜歡把圖檔存成pdf檔 我比較不喜歡把它存成jpeg 等一下你們就會看到pdf檔是無限大的解析度 好這個plot這個是檔名 然後指定他的高跟寬 這個單位是英寸 這個單位是英寸 好family這裡啊你可以去指定他的字型 你看現在的字型我不知道 他的字體啦這個字體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serif這個是新羅馬字 新羅馬字是非常多paper常用的嘛 好然後這個 這個dvoff這個函數是把這個檔案給關掉 好你注意喔 當我先下了這個指令 pdf 注意當我看我的 我在這裡 我現在 當我下了這個指令以後 我先把這個plot1把它刪掉好不好 這是去年留下來的殘渣 到按下run的時候 它是不是開了一個0kb的 0b的plot1這樣的一個檔案 這個圖並沒有被取消掉喔 跟剛剛我完全不一樣嘛對不對 接著我先指定畫布的格式 然後 好你有沒有發現 完全沒有變對吧 然後 當我按下這一行指令的時候 現在還是0b喔 它是不是變6.6kb 對吧 我點開它 這是不是就是我剛剛的檔案 你看字型是不是換了 字體啦 字體是不是換了 你可以試著把它的 拉到非常非常大 這解析度看起來可以吧 好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 這樣我們大概就了解啦 這個在R裡面畫圖 還有把圖檔存出去的 所有的這個過程 好不好 當然你如果 懶得學pdf 這裡其實還有一個export 這裡其實也可以給你換 或者save as pdf 這裡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打指令的話 還是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原則上以指令為主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 來做一個簡單的練習題好不好 這個練習題是這樣子的啦 就是 今天我們等一下 先把前面的部分 run過一邊 run過一輪 run完一輪之後 請你試著把這張圖給畫出來 你要試著把這張圖給畫出來喔 那你需要怎麼樣呢 這是一個boxplot對吧 所以你顯然是需要用 helpboxplot 看一下他的 他要怎麼樣畫出這樣的一個圖 他跟前面的boxplot的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他本來是一類的變兩類的對吧 disease等於0跟 disease等於 他的boxplot的 boxplot分別長什麼樣子 那接著 他上面是不是 這個字被我修正了對吧 x軸是 disease y軸是egfa 然後這個標題是 這個 這個 對吧 所以請你看看 你有沒有辦法把一張圖修成這個樣子 你修成 你剛剛前面這個樣子 這些不重要 這些東西 你告訴我可以上paper嗎 不可以對吧 你不可以的代價就是 你圖畫出來之後 你還要去什麼pt啊 或是什麼 小畫家把那個給修掉對吧 你在這裡是不是 這個圖是不是就可以上 就是可以當做你的主圖了對吧 好我們試著畫一下 給大家大概10分鐘左右的時間 不過這題我們是要求大家一定要會啦 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提示好不好 如果你 如果你要直接看參數找到的話 機會是不大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這行指令 這個 雖然練習答案的話 但是你還是要看這個example來看一下喔 你說 在這裡 我們先把它清空 我們先把它清空 好這個圖 這樣的一個指令 這個顯然是 公式的部分嘛對不對 然後它吃這個data 然後它的color是light gray 如果你仔細看這個data的話 你現在看這個data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們用head看看 它是不是有count跟這個 這個 就是 spirit 那這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啊 這個類別變相 這個連續變相對吧 所以你看它怎麼放的 連續變相 就會 類別變相 所以如果你要畫出 我們前面這個圖 欸那你現在應該有一點感覺了吧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 這個如果我們從這裡開始的話 就是你已經知道這一行可以做出 這個圖了 那我們從這裡開始繼續下去好不好 好 那如果你 你抄下面這行當然就是畫出來了好不好 在下面這行就是完整的這個 欸 在哪裡啊 喔這裡 欸他媽的東西在哪 喔好在這 好你從這裡當然是可以完整畫出來 只是說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些參數 就要color我們已經知道了吧 這裡是不是又有 y label x label man 還有lwd lwd是線的粗度 如果我們把1.5感3 你會發現它又變得更粗了 好這樣看得出來吧 好 那這裡 這一個明顯就是它的x label 這個x label 對不對 然後y label在這裡 然後這是它的標題叫man 那我們到底是怎麼樣看出來的咧 我們來好好看一下它的 它的範例好不好 我們剛剛的那個example code 是在這裡找到的 是在這裡找到的 這一個 這一行是不是就是我們剛剛最開始的那個範例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往下看 你就會發現它開始會給很多額外的參數 這樣 就要說在這裡 你看是不是有man 是不是有x label 是不是有y label 是不是有x limit y limit 我們現在把它畫出來好不好 來你仔細檢查的話你會發現 欸這個東西是不是很像 vitamin 什麼vitamin c dose 我把vitamin改掉 是不是就c dose了 所以你看那下面的這些範例裡面 都會有什麼 man啊 x label y label x limit y limit 好那你會說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這樣子到底學畫符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學 參數那麼多 好我可以跟你們講 就是你們 像我們現在開始學習這個 程式語言的時候啊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事情是 別人如果有範例code 我們就執行一次 有多少範例code 就執行多少 你不要用 你不要想說 我可以用看的可以把它學起來 沒有這種事 我們就一直執行就對了 執行到我們覺得 欸這個圖有一些我們想要的元素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要怎麼內化成自己的東西 然後把它改到自己的程式碼上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這是第一次我們教學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 學習程式語言啊 在我們最開始的課程 一開始的第一個part 我們教大家是 總共我有20個核心函數 那這20個核心函數 我要can do anything 對不對 那是最開始的時候 是邏輯的訓練 邏輯型態訓練 讓我們有自信 可以面對任何問題 這樣可以嗎 接下來我們在第二個part 就是分析那個部分 我們教的是 去design一個比較長的流程 這個比較長的流程 是用rural base做的 到現在我們要學習的點是 如何去抄別人的程式碼 等下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在這個畫圖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抄別人的程式碼 然後到自己的data上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這一個part比較簡單 到最後一個part也是啦 但是它 因為它是寫網頁 那它也會差不多就是這個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些 基礎繪圖參數的一些簡介啦 好不好 我們現在已經學會了 畫基本的統計圖 現在下一步就是要對它在上面 做一些修修改改嘛 對不對 我隨便舉個例子 就來說現在這樣你畫 現在虛間你畫得出來嗎 現在不會對不對 等一下說不定就會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我們先介紹一個強大的函數 這個函數叫plot 這個函數啊 可以拿來畫三部圖 當然它不只可以拿來畫三部圖 只是我們來把它拿來畫三部圖 你看 我使用sbp dbp 這個就是x這就是y 我們把它畫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 sbp在這裡 db在這裡 為什麼勒 因為我在這裡有 xlab跟ylab對吧 然後接著 main scatterplot ofsbp anddbp 這樣我是不是畫出我的三部圖了 好接著 我們可以修改點的造型 只要你在後面加上pch 這個參數 pch等於19 是不是變成實行點 你說 啊靠 19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19是什麼東西 下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 對應表 好不好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 這個 圖形 它就只有25種 好不好 那這個 你如果 懶得看那個對照表 有時候那個對照表 你還要回來翻獎益 對不對 你就自己試嘛 16 Run一下 看起來跟19沒什麼差別 16跟19 喔 大小不一樣 我怎麼那麼巧 剛好就搞到一個 好15 欸 方點 對吧 好 7好啦 欸 7這個什麼神奇的 喔 長這個樣子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吧 欸 你有不同的這種 就是這種 就是選項啊 你可以選擇 好所以你會改 第一個你會改pch 對不對 就是改點的形狀 第二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來學一下畫線 這畫線怎麼畫呢 來我們先來學一下這串函數喔 這函數是什麼咧 首先我們先定義 x跟y分別是多少 然後我們現在 這個函數 plotnew 它是開一個新畫布的意思 接著 plotwindow xlimit 從多少到多少 ylimit 欸 你現在看起來完全沒有改變對不對 但是 它其實已經定好了 x座標軸就是0到10 y座標軸也是0到10 接著我用licexy 其實就是 12 畫到45 49 畫到76 12 你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現在在一個 你現在 我畫上去之前 想像一下 這邊的0到10 這邊的0到10 對不對 好請問一下 12在哪裡 12是不是差不多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嗎 接著49差不多在哪裡 49差不多在這裡 對吧 最後一個是什麼 76 76是不是差不多在這裡 所以它會畫出一個這樣的線 對吧 浴室完以後 我們按下Enter 是不是畫出一模一樣的線 原來我可以透過lice的函數 指定一個路徑就要畫圖 這樣可以嗎 好 如果我把這個 y limit 從10改成5 相當於 我在這裡 把它切斷了 對不對 是不是我這兩點都看不到 我應該只看得到這裡 這樣可以嗎 我們來 我們再重新執行一次 plus new 然後x limit 然後看到了嗎 你是不是只看到 左半邊 所以這樣你知道了什麼 你其實可以透過lice這個函數 在你的圖上面做一些 就是 畫一條線 而這條線 你可以預先指定一個序列的 x跟y坐標 這樣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嗎 好 接著 你懂了這個 你其實 如果你的點夠密 你可以畫出圓 我們來試一下 好 z 我們要先指定z z等於 這個z 我們現在看一下 它其實就是 0 0.01 0.01 一直到10 這樣可以吧 那接著 我們x等於sin y等於cos z 這x跟y 這個數字是多少 我們現在不管了好不好 因為這個需要你學一些 三角函數才知道 這樣畫起來 會是可以是個圓 好 幸好它的值語 都沒有超過1的 還有-1的 我們把它的值語 限定在-1到1之間 我們按下run 再lice 你可以看到 我甚至可以畫出圓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如果我要畫同心圓 要怎麼辦 那還不簡單 他媽的 lice都畫出來了 那我們xy 乘有0.5 可以吧 好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樣你是不是可以畫出同心圓 好這樣 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嗎 你到底是怎麼畫圖的 你甚至可以畫出圓嗎 只要你把圓的軌跡都 畫出來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來加一些 學二函數lice以後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可以幫散布圖 加上預測線 這個預測線 是不是 我們常常看到 paper的圖 是長這個樣子的 我們怎麼加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x跟y 這就是sbp跟dbp對不對 我們先做個model GLM Y 這個小小鼠錢 這個是不是linear model linear model 你看他的model 他這邊是不是有他的係數 這邊是不是有他的係數 我們把他的係數 擷取出來 這是他的結局跟斜率 然後我們用兩個點 一個點是從0 一個點是200 就x 我們分別帶0跟200 那y是不是就有兩個點 兩個相對應的 擷具加上斜率乘上x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先做一個散布圖 這是我們散布圖對吧 然後我們lice xy 然後color等red lwd就是他的線的粗細 這樣是不是畫上去了 你會說為什麼他畫的是連續的線 因為這個0到200完全out of range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如果不想要out of range 你想要100 有要150 100到150 全部重新執行一次 他是不是就只有這個範圍 你想要畫人什麼樣子都可以 你想要讓他有out of range的感覺 也可以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那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有沒有看過這種圖 來有沒有人看過這種圖 這種 在點估計 在 現預測旁邊 還有心態區間的 有沒有人看過這種圖 應該有吧 對不對 欸這種圖怎麼畫 那自然 你想想看這個心態區間喔 這個心態區間 那當然就是你要把這條線也畫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心態區間怎麼求咧 來有兩種求法 第一種求法 來我們 我們在做這個 我們先 我們在做這個G2F的時候 所以他出來的這個 這個 summary 之後 他的這個 那個 系數 是不是這裡有一個 擷具 β0 β1 β2 然後這裡是不是點估計 information 然後這裡是不是se 這樣可以吧 這裡 所以擷具的se 擷具什麼意思 當 當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多少 然後 加上他的se等於多少 所以 當x等於0的時候 當我現在 直接做出 G2F這個函數的時候 他的擷具 其實就是 我就可以求出一個 β0 等於 多少 然後多少 到多少 這樣可以吧 這是我做出來的 對吧 那如果我問你說 這個時候 那 x等於1的時候 他的 點估計 跟現代區間是多少 點估計 我們會算嘛 對不對 很簡單 就是擷具加上斜率乘1 對嗎 可以嗎 那 現代區間那個se怎麼算 不太會算 對吧 那我們有什麼想法 可以這樣做 那你可不可以多做一個GLM 這個GLM 這個 我們把z z等於x z等於x-1 然後我們 做 y z GLM 那這樣子 現在這個式子的 結局是什麼 z等於0的時候 y等於多少 對吧 z等於0是不是等於x等於1 所以我們這樣子 透過 這是 z等於x z等於x-1 我們現在β0等於問號 那這裡是不是 x-0 x-1 這樣可以吧 以此類推這樣下去 這樣可以嗎 聽懂我還要說什麼嗎 結尾你是不是聽不懂 看的表情 眼神 眼神迷茫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如果連續的執行 連續的執行 x-0 x-0 x-0.01 x-0.02 1 slake一直到 最後 我所求出來的β0的點估計跟它的 那個信帶區間 那個信帶區間 是不是就是我 不同x的地方 不同x的信帶區間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把它連成一條線 它畫在圖上面 就會有同樣的效果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好不好 好 x等於0到100 y等於大y 這是大y喔 注意這是大y喔 大y等於 就是我們要的y對吧 然後 小y等於小x 小y等於小x 然後 ciraw ciup 所以我們現在的 ciraw ciup 小x 小y 全部是同個數字 這樣可以吧 因為我們等一下畫線的時候 要用小x小y ciraw ciup去畫線 我們只要一格一格把它填掉就好了 對不對 好首先 我們先算 這個x x我們要從這個 我們要從x等於 一開始就是x等於0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大x i等於1的時候 大x 這是不是就是我剛剛拍板上的z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我用這個 對 真實的y 做一個linear regression 然後我把它的 第1個y把它填進來 第1個ciraw 等於 截距 這是截距像 截距減掉 1.96乘上 截距的se 對吧 這樣可以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畫出一個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ciraw 跟ciup 全部都填完了 我現在來畫一下 好 酷吧 這一條是有點彎曲的 現在區間喔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 你應該看 看得出來吧 中間是幾乎貼在一起的嘛 外面是離比較遠的 好這個 這個做法 這個做法 是 不會統計的人做的做法 我們來看第二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要怎麼做 來 我們來再回到 這個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種做法 我們做喔 好 我們 都知道 好 假如說 x等於1的時候 y等於 是不是等於 beta0 加 beta1 乘以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嗎 好 那 x等於2的時候 然後 y等於 beta0 加beta1 乘以2 這樣可以接受 我們把這個式子 它可以換成 有一個beta矩陣 這個beta矩陣 等於 長這個樣子 這個 10 1 那這個 x等於1的時候 我們把它換成 x大x矩陣喔 這個大x矩陣是 1 1 x等於1的時候 x等於2的時候 1 2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那 現在這個矩陣 是不是等於 相當於 xb x b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的點估計 其實透過 x 我們現在多少 然後乘上b 然後就得到我們的點估計 這樣可以嗎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點估計這樣求的喔 應該沒有人有問題吧 好 如果你沒有問題的話 那其實 擷具的變異數 老實講 就是這樣求 擷具的變異數怎麼求咧 來 我現在有一個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做 vay test的時候 有一個vcov veriness cogress matrix 這個東西它的結構長得這樣子 然後啊 我可以把 這個 這個矩陣 它的x 呃 這個矩陣 x矩陣 x矩陣 x矩陣乘以vcov矩陣 再乘以x 矩陣 這樣子 x v x t 所以原來這個x要轉字嘛 對不對 這樣算出來其實就是擷具的變異數 好 你可能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啊 但是我們先想一下啊 如果當擷具等於0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10 這裡是不是10 然後這裡 a b c d 好那這樣子這個東西乘上它的時候是多少 1乘A 1乘A 0乘C 對吧 所以這裡是不是A 然後 b c oh ac 它在乘乘AC 對不對 那ac再乘10呢 是不是這兩相乘加上這兩相乘等於A 所以它的變異數是不是就等A了 所以當 x帶0的時候 這個變異數跟變異數矩陣剛好就是它能用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啊 如果我們 現在 那我們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求出來的是不是就是它的 這個 它的這個 變異數 我們再把它開根號 欸這就是我們要的SE對不對 我們隨便挑個點來算一下 這樣比較有感 好我們注意喔 我們第二種方法 我們先故意看一下我們CI 我們 這個 我們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筆資料 它的這個 summary coefficient是多少好不好 這個是當x等於100的時候 欸這個是當x等於200的時候 它的答案 我們先把它抄起來好不好 好 這是當x等於200的時候它的答案喔 唸給我聽好不好 寫在黑板上唸給我聽快點 解決多少 欸 你們唸你給我聽啊他媽的 不能唸喔 幹他媽的看不懂啊 你們真的看不聽不懂啊 185.4啊 這麼能有這麼 有這麼難的理解嗎 好他的 SE是多少 1.21多少 1.2112 1.2112 這樣嗎 1.2112 好我們就先解這幾位就好了 好我們等一下 用剛剛那種方法算出200的時候答案多少好不好 好我們先試著算一下這個 x 好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不是我們剛剛講那個矩陣 這個矩陣 %x% VCOV 再%x% 轉字之後的這個矩陣 這個是什麼 這是變異數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變異數 sqrt 好對答案是不是完全一樣 1.2112 這樣可以吧 後面我們就不超了 好所以啊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直接 這個你就需要一些矩陣的知識啊好不好 好我們可以直接把答案給算出來 然後接著 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就把 ci-law 跟ci-up 把它全部都算出來 這樣可以吧 ci-law list 完全等於剛剛的ci-law 這兩個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學會這個 就是如果我們畫了一個散布圖的話 我們的這個 預測線 跟他的信賴區間要怎麼加上去囉 對不對 好注意一下我的想法 第二種想法當然你需要一些 統計或數學背景沒有關係 可是第一種想法應該是你要會想出來的 你手上工具有線嗎 第一種想法是 你就算完全沒有相關背景 你也應該想得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你還可以為你的圖形加什麼勒 你還可以用text這個函數 把你想要加的字把它加上去 我們再用的是 plot new plot window 來看一下這個答案 xyt 我們要在10的地方加上 A01的地方加B -10的地方加C 01的地方加D 我們現在這樣一路畫下來 你還要ABCD 是不是完全按照我們預測的位置 這樣可以吧 那point這個函數可以幫我們加點 那point這個函數可以幫我們加點 好在0的地方加PCH等於1的 PCH等於2 PCH等於3 PCH等於4 第1種 第2種 第3種 第4種 這樣可以吧 好那接著再來 Langin的 Langin的比較特別啦 Langin就是我們圖的那個註解 你看我可以直接命令他 他在top left 左上角的地方直接加上 female male 這是文字嘛 然後顏色是red blue pch15 19 15是方形 19是圓形 背景 gray90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 Langin的00的地方 00在中間嘛 對不對 加上 estimate 然後95%ci 然後他的線的 type是 實線跟虛線 1跟2 實線虛線 LWD是2 然後 他的是block 這個都是可以換的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最後再學Polygon Polygon 就是畫出一個 畫出一個 這個多邊形 這個多邊形完全按照我的XY座標 去把它畫出來 這樣可以吧 不見得要 Polygon是 這個任意多邊形喔 好不好 不見得要什麼 就是 什麼 什麼 正方形或什麼之類的 這樣可以吧 你只要點坐標給他了 他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呢 學到這裡之後 你就知道 我可以為圖片加料 對吧 加線加什麼都可以 只要我給他坐標 好來 做一下練習題 練習題是首刻這張圖 你需要用到這些資訊 平均數不要很差 平均數不要很差 然後PValue 把這張圖給畫出來 首先 這個bar chart 你要先畫出來 對不對 這bar chart應該不難 關鍵是 這個心態區間 我怎麼加上去 那加完之後 我怎麼把這條線給加上去 然後還有這個rendin 這個線比較難加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開放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不好 好 大家先看一下 大家的錯誤在哪裡 大家的錯誤是 我們今天這裡啊 他要畫出一個 這個 這個長條圖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前面長條圖怎麼畫的 回去前面看 剛剛很多人問我一樣畫 對不對 剛剛不是這樣畫出來的嗎 為什麼 剛剛我們是這樣畫出來的嘛 對不對 需要一個table 對吧 table這個玩 table這個函數 你看0是在什麼東西 0是這個對不對 對不對 1是這個2是這個對吧 那 接著他的 呃他的 這個軸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這個數字 好 如果你仔細看 你問他class table之後這個東西是什麼 他告訴你這就是一個table 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啊 我們現在要畫 我們現在要畫這個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 我們要怎麼看呢 我們現在下面是不是沒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這裡是不是不需要東西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把table table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把s numeric 這顯然就是 欸這是不是012不見了 我們把這個東西 把它拿來看畫8plus 欸你試一下下面是不是不見了 所以說 50 50這個 這個東西不就是一串數字嗎 所以我們需要一串數字 把這個東西畫出來對吧 所以現在可以想像這個怎麼畫出來嗎 欸平均數不是在這裡有給你了嗎 m 等於 33.2 跟多少 34.4 8 好我們少一個 這樣底圖是不是畫出來了 好這個底圖畫出來之後 當然還有一堆東西要修正啦 包括 這裡這裡 然後還有這個軸的範圍 這樣顯然是不夠的嘛 對不對 然後剩下就是加線 加lenging的加字 對吧 好我們從這裡繼續好不好 從這裡繼續 好我想這一題是一個很好的練習機會 好好的練習機會在哪裡咧 我現在其實不清楚 這個Y座標我們是很容易確定的 對不對 Y座標 X座標這是多少 這X座標是多少 我不知道對不對 我不知道說怎麼辦 我們只能用猜的嘛對不對 好我們猜這裡是 10好了 你覺得猜這裡是10合理嗎 好像也不是很合理 這感覺是0 感覺是1嘛對不對 那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主要說我們plot 欸我們point 呃 主要說1 10好了 110我們不知道 他一定在這裡嘛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110在哪裡 pch等於19 color等於red 欸你看到咧 這是1 這裡是1 對吧 欸他好像對不準啊對不對 所以對準的這裡是多少 懶得是啦 直接告訴你答案 0.7好不好 所以你在這裡畫 這個bar的時候 你需要用0.7這個數字 才可以對得準 那這裡是多少咧 這裡是1.9 好那所以啊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需要試出來 這樣子啊 我們知道這裡是0.7 這裡是1.9 你在未來畫圖的時候 你會遇到很多 你根本不知道下面這個座標 是多少是多少 你怎麼辦咧 試出來 所以你現在需要下一個技巧 就是你要把它試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當然啦 你試出來以後後面就 比較好畫 我們再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畫個幾條線也好好不好 畫個幾條線也好 畫個幾條線也好 就自己想辦法把那些東西畫出來 好這裡是完整的程式碼 完整的程式碼 在做什麼 我們首先 要m0 m1 s0 s1 這是我們必備的資訊嘛對不對 接著 這些數字填完了以後 先畫一個bar plot 我們一行行執行 我 我的 伺服器發生什麼事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首先 好這個是我們底圖 對吧 底圖我們已經設計好了 就是長這樣 接著咧 我們剛剛是不是說1.9 1.9 那我們先畫1.9 從這裡到這裡嘛 對不對 那它的y座標呢 平均數減掉 就是95%ci的兩個嘛 對不對 好來 這樣是不是我們畫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接著咧 1.75到2.05 所以我們要畫 下界嘛 喔上界我們先畫 好這樣是不是畫出來了 接著再畫下界 這樣可以嗎 左邊的中間 左邊上 左下 接著畫 這一條 這樣可以嗎 這樣畫完了以後 填字上去 接著再 Langin 好所以你發現了什麼 這個其實啊 這個圖它其實是一點點刻上去的 對吧可以了解吧 不會很難嘛對不對 對不對 需要花一些時間熟悉 但是 你就知道說 其實我 透過這種方式 我真的可以畫出任意 任意 任意樣子的圖 那你有什麼問題 Q 欸 這個有沒有人要回答它的 沒有 生桶 欸你不要看到生桶 就懷疑好不好 這個函數我有沒有繳過 不是我在第幾課教過 我在上課教過 我在這裡 我是不是有教你們算PVALUE 我要從這個轉換成這個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教QT 這個是什麼 1.96 它直接幫你查表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可以吧 會不會覺得壓力太大 好像上課都有上到 我只是自己忘記了 好沒有關係啦 還是我們 我們還是非常鼓勵大家問問題好不好 這個 你不會知道 我相信你一定問過旁邊的人嘛 旁邊的人也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刺激只有1.96 你完全可以放1.96下去 只是會有一點點誤差 好 欸據說已經有人會畫Capler Minor Curve了 沒有關係 好不好 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可以學習一下 怎麼去修改Capler Minor Curve 對不對 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 學會那麼多Modify的方法了 對不對 我們畫出來Capler Minor Curve 絕對比你 上網查的還要漂亮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要用Survival這個套件 好你先用Survival這個套件 好你畫完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畫Capler Minor Curve 首先你需要用到 Survival Fit這個函數 一樣裡面的公式跟 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畫的是一模一樣的公式 接著這個KmCurve 是一堆我們看不懂的數字 然後 LogRankTest 一樣裡面也是SurvivalTest Survival那個 就是 就是 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的公式 SurvivalDiff LogRankTest 這我們可以獲得 LogRankTest的結果 LogRankTest的結果 告訴我們 Palu的0.3 對吧 接著PlotKmCurve 好一樣我們把KmCurve 直接Plot 如果你直接Plot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 這樣的一條線了 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Plot Palu的函數 不是拿來畫三部圖嗎 為什麼這裡可以這樣用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為什麼 蛤 你講啊 你講啊沒關係 不要害羞 我當然知道 一點點連起來 但是問題是 Plot這個函數 不是應該畫三部圖嗎 現在怎麼變成 我可以直接對 KmCurve 我這個物件然後直接畫 畫出來真的就是KmCurve 怎麼那麼神奇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物件 這S3 Class對不對 S3 Class我是不是說過了 Summary也可以 Print也可以 Plot有時候也可以對吧 所以他就是可以用Plot 對阿可以接受嗎 好那 接著我們剩下什麼 Color XLabel 這些都只是Modify 他的樣子而已 對不對 好這樣子看起來 其實應該已經比那個 之前那個 畫出來好看很多了吧 我不是 我是不知道你程度在哪裡 我們後面還可以在進展 好不好 好記得 Lenjin的 欸這裡是不是 可以畫一些Lenjin的 做一些助記 看 你可能看起來已經覺得很厲害了 但其實還早 好不好 欸可以加上LogRankTest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欸這是不是 因為這兩個其實是補圖吧 這樣的東西是嗎 就是你底圖已經畫好了之後 我去補他的元件 還可以做哪些改變 看一下 先看結果 欸 做標準被我去掉了對吧 為什麼 為什麼 我這邊下了一個指令 叫做標軸等於FALSE 這樣可以看到 欸 我可以透過AXI 我來指定第一個軸 他從0 10 20 30 40 然後他分別是日期喔 看到了嗎 酷吧 下面這裡變日期了 再來第二個軸 0 0 20 我跟大家看一點 0 20 欸是不是 連這個軸都改了 這兩個軸還不用 而且你注意到了嗎 這裡是從0開始的 為什麼 因為我這裡 Position等於0 Position等於0 如果你仔細看前面這張圖的話 欸他是不是 下面還有一些小空間 看了就討厭 把它改掉 這樣可以嗎 好後面 後面就比較簡單啦 一樣 好這樣 這樣看起來就還好嘛 對不對 這畫了 有沒有看起來又高級一點 可以嗎 看起來有沒有高級一點 好那 這個 還有一個方法 這個 剛剛那個是 Kaplan-Minor Curve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 是 我們可以用Cuts Propulsion of Hard Model 來畫 Kaplan-Minor Curve 他差別在哪裡咧 來 記住這一張 Kaplan-Minor Curve 先記住他的樣子喔 我們先全部複製貼三十次 喔好像你記住他也沒有用啦 好不好 來我們現在要畫的是 我們使用 Dibetis跟 Incon來做這個 Kaplan-Minor Curve Ecox Propulsion Hard Model 然後我們指定 他的這個 我們要Dibetis都是0 然後這個 SBP 都是他的平均值 然後我們去預測 他Incon 從0到2 他分別 他的 我們要 我們要分別比較這三條 這三個人的 Survival Curve Predict 直接看 Survival Fit Cuts Model New Data 等於New 把它Plot出來 欸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個 這條線 比起Kaplan-Minor Curve 他有什麼特點 他是不是要下來都一樣 要下來都一起下來 可以接受嗎 欸這次 Cox Propulsion Hard Model 特點 他假設 所有人在任何一個時間點 他的 風險比例都是一樣 這樣子我才可以告訴你幾倍的風險啊 不然如果說我第一年的死亡率是你的兩倍 第二年的死亡率是你的1.2倍 這樣我到底要算幾倍 我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啊 他假設任何一個時間點 他的Proportion都是一樣 倍數都是一樣 不過你現在看這個倍數不是直接這個的倍數 不是直接這個倍數 是一個東西叫Hazard 這個東西的倍數 那Hazard這個東西啊不好求 Hazard這個東西 我來看一下 Hazard這個東西啊 是 呃 他有一個公式去換算了 是 我們現在的Survival Rate Survival Rate是0到1對不對 Survival Rate是0到1 它直接取log 是不是會變成 這個是x等於0到1 它直接取log之後 log x 它是不是介於負無限大 到0 到0之間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吧 那負的log x 它就等於 無限大 無限大 到0之間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我直接做一些簡單的轉換啊 這樣可以 好那我問一下 這個x是不是Survival 這個x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最好的狀況 x等於1的時候 是最好的狀況 這樣可以接受吧 x等於0的時候 是最差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數字0 是好 不好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這個東西 它無限大的時候 它數字越大 代表越不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它就把這個東西 叫做hazard 這hazard就等於存活率 取完log再加負號 所以是hazard等比例 這樣等於是hazard等比例 有在任何一個時間點 它的hazard是等比例的 所以是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這樣可以接受嗎 proportional hazard 等比例的hazard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了沒有辦法 那個cox david cox12的人 就是這樣訂出來的 這樣可以 好 你現在目標是這樣子 我們要首刻一個 caper minor curve 首刻一個caper minor curve caper minor curve 怎麼畫的 但它不是強 油斌有腳了 對不對 我記得應該上到 我當 我是有稍微 我是有稍微考慮現在大家的 那個 就是上課上到哪裡 好不好 來油斌這邊怎麼腳了 來 第一點在這裡對不對 這裡是 你們應該 考試了嗎 先跟你們劇透 不要說我陷阱 好不好 油斌你們至少五分 考手畫 caper minor curve 每年都一樣 好不好 有五分 就畫手畫的 caper minor curve 硬逐訓練功考 手畫的 手畫的 好不好 手畫的喔 真的用齒規 這樣你畫喔 第一個點在哪裡 所以第一個點一定是 0到 第一個點一定是x軸是0 對不對 那y軸一定是100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第二個點呢 第二個點是總是要追蹤一段時間之後 到這裡對不對 第三個點在這裡對不對 第四個點這裡 這裡這裡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在r裡面 等一下我給大家的點 等一下 因為 因為這個點的資訊是重複的吧 對不對 我在r裡面等一下給大家的點 只有這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 跟這個點 這樣一直下去 如果你直接把這條線連起來的話 它畫出來就會這樣子 這不是caper minor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必須自己幫它比這個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x軸當然就是時間 等一下 我們會給大家看時間 跟這個 維度的資訊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練習三的時候 我們把predict survival 你看predict survival 你就會看到 這個rates 它是不是第一個 因抗等於0的 因抗等於1的 因抗等於2的 它第一個時間點的 那個存活率 第二個時間點的存活率 可是你在畫第二個時間點的存活率之前 你要先 給它補一個點喔 這樣可以吧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時間 時間在這裡 好這邊有趣的事情又來了 因為第一個時間點 一定是t等於0對不對 所以你會注意到 這個times的lamps跟 rates的nroll rates的nroll 第一個時間點 喔第一個時間點 可能就是1啦 好不好 它就是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0 原點 所以它這個點是沒有給的 它沒有給這個點 因為這個點一定的 保證的 保證有這個點對不對 它從這個點開始給 所以你需要幫它補這個點 這個點 然後這個之後的每一個 它上面的點 這樣可以吧 補完的話 你就可以手刻出 ca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它的預測存活線 你這個你要會喔 因為你這個會的話 你才 未來你才有可能用 畫出那個會動的 ca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不然我問你一下 現在你用plot函數 你怎麼畫出會動的圖 畫不出來嘛 對不對 好所以試一下 手刻一下好不好 我看我們這題就當作欣賞就好了啦 好不好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要把這個 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拼出來對不對 那怎麼怎麼拼出來呢 來你們注意到一件什麼事情 呃這個 我們現在的碳 所對應到的座標是這一組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要把這一組 改成上面這一組 這樣簡不簡單 這也沒有很難嘛對不對 對不對我們就把碳的 我們就把時間的座標 把它delay一個 把它往前一個這樣就好啦 這樣我就是對上 第二個點對上第一個 第二個的rate對上第一個的時間點 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拼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需要一組座標 這一組座標是第一個 欸變特 就是 我們需要第一組座標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先把它複製上來好了 我們先把它複製上來好了 好我們需要 我們首先先把第一個點補完 第一個點是零嘛對不對 碳我們需要把第一個點補完 這樣可以吧 好 接下來 這個time sequence 等於 欸等於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喔 這裡 current time 他第一個 最後一個不要跟第一個不要 他把他rbind之後 他長會是什麼樣子 他長會是這個樣子 來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現在來看 假如說我們把這裡叫做 這裡叫123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123這樣子可以嗎 那我們啊 我們現在其實要 1123這樣子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手上有123 然後我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改 1 2 2 3 這樣可以接受嗎 1 2 2 3 1 2 3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這裡 它其實就是 time 然後最後一個不要 最後一個不要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咧 就是第一個不要 原始的這個第一個不要 原始的這個最後一個不要 然後我可以把它組成這樣一個 矩陣 它 bind 起來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壓平 壓成那個 那個 numeric 壓成 numeric 它就按到這個順序下來 這樣可以吧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矩陣 它的 排列方式 1到 好是不是按照我剛剛的排法 它是不是剛好全部都delay一個 這樣可以嗎 全部都delay一個 那這個 as numeric之後 1到 20 是不是完全就按照我剛剛的排法 你這樣了解了以後 我們的 rate也可以按照完全一樣的壓法 對不對 壓完之後我們會產生一個 rate sequence 然後我們就把 lies 劃上去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來做一下喔 是不是三條線就畫好了 三條線畫好之後 加坐標走 剛剛不是學過了嗎 這樣是不是就畫完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現在知道我要怎麼 我剛剛是怎麼樣去 想著我要怎麼首刻那樣圖了嗎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了 好不好 那大家要練習一下喔 因為 圖鐵定是不是會越來越難畫了 那這一節課的重點基本上就是 告訴我們圖是可以加一些料的 圖是可以加一些料的喔 那加到我們爽為止啊 對不對 好就這個樣子